歡迎登入網站 留冷場情 滑致茶室 歡迎實體時代足球總會發月祖聯賽 彩雲對東岸博彩娛樂的蔡侯精華 東岸今天穿著黑色衣服 彩雲是白色衣服 東岸左路推進 落到禁區旁邊 找到中間隊友 再射過去龍門 快地落地 兩隊的積分榜位置比較接近 先看看這個攻勢 兩個馬向挖他 全個禁區裏面 再射過去 有了 那就1比0了 打開紀錄的是朱榮聰 幫東岸博彩娛樂領先1比0 這裏他一個人 擺橫了兩個白衣服去對他的位置 結果就走流了禁區裏面一個黑衣服 就讓他成功和朱榮聰做了一個座場 領先1比0 之後看到東岸在後場有個拳頭失誤被人截到 然後龍門出過來 最後被他掃入了 很快就追成1比1的手 其實彩雲這種打法已經很適量的 因為彩雲我的印象就是迫搶迫得很嚴密 而且是反擊打得很快的一隊 這次入球見功的就是何止逆 但是追成1比1不久之後就輸了12馬 看看朱榮聰處理成怎樣 沒問題 再來射回地下的角 再次領先去到2比1 他個人都沒開二度了 剛才說到兩隊積分榜其實很近 一隊排第6一隊排第8 彩雲排第6 而東岸排第8 但是其實東岸他打少了三場 對比榜首的位置 而他只不過落後10分 所以如果三場拿完的話 就有機會上到第二 看看這個單刀攻勢 決定橫傳給後上的隊友 射成3比1 這場上半場真的有很多入球 一路講球的時候 要講其他資訊 都理不及又多一個入球出現 這裡見到朱榮聰也是他 引球推進龍門出去對他的位置 讓他見到遠處梁志龍上到來 3比1 他見到這邊轉身很漂亮 全部隊友會給他 不讓他自己射過去 也有 東岸入到4比1 講的就是上半場的時間 這次見攻的就是蔡子聰 其實給關華寬一個選擇 但他自己射 都射得很漂亮 射回網仔球 上半場東岸贏4比1 下半場他們開球 看看他會打得怎樣 有球前場一筆球 都是動岸的 一射過去 這次是撞住打出來 之後見到彩雲的攻勢 這球傳得很小小的 要前面的球員回應 撞球出來 但都給了隊友 之後再壓入禁區裡 施射也是漂亮的 但可惜就高了 就這邊 到東岸的反擊 傳過去一個直線 撞穿了對手的防線 但可惜關華寬這個施射 就被龍門撲到 又見到都是東岸的攻勢 初初的球推離身 再射過去 撞處彈出 還有機會的 傳回去 給關華寬射遠處 見攻 5比1 看多次關華寬入球 其實本身就是其他球員的施射 這個施射都很漂亮 那球很有勁度 但彈出來的時候 都見到東岸的球員 立即聖水 接應球傳給關華寬射遠處 接著這邊又有一次攻勢 又是關華寬射 回出來 撞回左腳 再射過去 有了 6比1 這個球員剛才射了一個很漂亮的遠射 不過可惜那球是撞處 說的是他 蔡子聰 回出來 撞回左腳 再射過去 射回地下的球 6比1 6比1 之後這裡看看彩雲的攻勢 龍門球開出來 再一個斜拳 再回到金塊再射 對 這些就是我平常看球 看到彩雲的攻勢 很簡單 三腳球已經進去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射門 這邊又看到東岸有個遠射 又被龍門破了出去 繼續都是彩雲的攻勢 這邊 老個球給隊友 自己進入禁區裡 給他 角度有點窄的照射 沒問題 追成交接輪紀錄 6比2 看到彩雲 雖然大比數的落後 但是李耀邦進入球後 還是笑笑口 給他 這邊 其實球全球都穿過兩個黑衣 然後進去金澤 射過去膽色都相當舊 之後黑衣 東岸扔球進來 被彩雲截到 出界 這個時候球證到翠元場 最後東岸贏6比2 2019時代足球聯賽 兒童足球訓練班 現在接受報名 歡迎大家登入我們的網站 或者瀏覽時代足球總會 時代足球學校Facebook 了解詳情 或者可以致電WhatsApp 60126665查訊